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板塊,輪流升,車股接力上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升了248點 大概升幅1% 成交都活躍,有1,639億 收市時收補25373 這個位置已經突破了 早前6月中時所創的高位 那時的高位是25303 今天收市位比當日的高位高大概70點 所以昨天也提到 昨天說,突破了三角形 有三分之二機會,可以衝上26000到26001的水平 如果升穿了25303,即是6月的高位 就有四分之三機會,即是75% 機會衝上26000到26001 回補那時的下跌裂口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這幅圖就明白了 今天穿了前浪頂 6月10日的高位,25303 升穿了之後,站在其上收市 當然,最好連續三天確認 但現在的機會都很大了 即是75%,四分之三機會 會衝上去,回補下跌裂口大概2600到26001 即是6084,就是下跌裂口頂部 250天線都大概在那些水平 即是重新上去再試一次 所以現在短期的趨勢都是偏好的 一來因為中美都做得好 大家都知道,杜子上天都升低 雖然其實還未破頂 不過納子,即是美股來講 納子創了歷史新高 納子在星期四的時候 最高見過10310,這個是歷史新高 收市的時候10207 收市位來計都是歷史最高位收的 再加上今天A股做好 大家看看納子指數這幅圖 今天再升2%收報3152 昨天突破了前浪頂 即是3月的高位 今天再衝上來 衝上來之後 大家看到,拉長多一點給大家看之後 就會看到,它是突破了 今年1月14日的高位3127 突破了之後 今天創了迷州新高 衝上來之後 表現帥仔 成交亦都非常活躍 你看到成交一直上升 今天單是上海 戶股的成交有5354億 深圳有6360億 合共有11714億 11700多億 昨天是10800億 今天又增加了900億 成交 所以成交與市的升勢都配合 所以就此億到港股上 整個大市來看 今天其實很多內板塊都升了 有些新經濟股 騰訊有些又創新高 如果說ATMS股 以美團比較兩例 升近7% 逼近200大元 再升12.3% 逼近200元大關 有機會衝到200元樓上 因為美股的納子做得好 現在的整個比較氣氛 理想 但當然這些股 如果你用基本因素來看 其實它的PE 現在都比較昂貴 因為其實上半年可能都受到影響 但市場不理 總之現在看它 就是它這些股 受到疫症影響 之後都會好的 之後是強勁的 所以就一窩蜂融入資金 講到一窩蜂的資金湧入 今天的題目是板塊輪流炒 汽車股 即是車股接力上 今天相關的資金流入 即是較為落後 昨天去到內險、內銀 或者是內房股 其實那些內地證券股 昨天說到內地證券股 就是比較好 今天內地證券股 還是做得很浪費 輪到汽車股 汽車股就是 其實今天最焦點的就是吉利 因為吉利今天成交很大 一枝大洋竹這樣升 大家看圖就明白了 吉利今天衝了上來 其實升幅有12.5% 一枝大洋竹 事源有一間證券行 是花旗 它估計中國下半年 汽車銷售就會復甦 預期吉利會受惠 將吉利的目標價 由20元上調50% 大筆一輝上調50% 去到30元是目標價 今天升完之後都未夠15元 還有升一倍 根據目標價 因為市場很熱烈 是不是真的可以去到30元 我就不敢說 不過你說現在短期來講 投機性上去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上去16元那些位 即今年年初的高位就有機會 等一下再買 汽車股裡面 如果講傳統汽車來說 其實它這隻不是真的最首選的 我自己覺得首選可能是華晨汽車 華晨今天升幅 比吉利更大一點 第一,吉利升12.5% 華晨升12.8% 第二,華晨在這段反彈的時候 是比較強勢的 今天收報8.2.7元 同樣,它也有機會再試上 上一年年底的高位 大概9.5元 那些高位 9.74元 當時的高位 有機會上去 如果論所有汽車股裡面 其實最強的一隻 不是這些傳統汽車股 這些是燒汽油的 傳統汽車股 最強的是比亞迪 現在的售點是電動汽車 為什麼汽車股會做得好? 因為昨晚 在美國上市那間 因為它公佈了第二季度的交付量 交付得很好 大升 所以刺激到今天 香港的汽車股好 最受惠的是比亞迪 今天升至13.5% 如果論所有汽車股 這隻是最強最首選的 這隻股今天升至67.9元 當然大家知道 股東貝經濟還有股神撐腰 但股神遲了超過10年以上 它長線不是短炒 不過短線來看這隻是最強的 因為未來汽車交付的數量很多 所以比亞迪做電動汽車 預期它做得好 市場也說 未來應該是電動汽車的世界 所以這隻做得很好 事實上 如果你說電動汽車來講 只有一隻衝勁 這個幅圖 那隻叫恆大健康 恆大地產屬下 那隻叫恆大健康708 它都說做電動汽車 其實它今天都升一成 收報11.9號6 它最近的反彈幅度 升幅都很厲害 所以市場焦點 其實是電動汽車首選 接著就是一些名牌汽車 好像華晨 華晨是做保馬的 所以升幅都比較大 除了華晨之外 還有一隻名牌汽車 就是北京汽車 因為北京汽車 是跟奔馳合作的 它主要的營利來源 主要都是合資奔馳汽車提供給它 所以那隻都可以考慮 另外才去到吉利 至於長城、東風、港氣 這些是再次一級 那些其實今天升幅都沒有這麼大 長城升3.7% 東風升3.5% 港氣升4.2% 這些都比較弱 特別是港氣 其實真的比較弱 我覺得弱勢 除非你真是很有信心 它可以追得到 否則就不要考慮了 好了 還有什麼汽車股呢 其實還有就是重型卡車那些 最好的就是重型卡車 308這隻 大家看到它都破頂上 當然今天升幅沒有這麼大 但是由低位彈起來 其實都挺厲害的 因為大家看到 這裡其實跌下來 低的時候 都是10元左右 3月19日低位 11.03 11元 今天是22元 即是反彈一倍上來 重氣 維柴沒有它那麼好 所以首選 如果是重型汽車 重卡那邊就是這一隻 另外還有汽車代理股 汽車代理板塊裡面 首選就是美東 美東今天升3.7% 也是創媒週新高 其實歷史新高 去到20.8% 即是一路反覆上升格局 好像升不停 第二隻就是中升 如果汽車代理就是中升 中升881 為什麼呢 因為主力就是代理奔馳 再數下去就是永達 永達3669 都不錯 它主力代理是什麼呢 就是保時捷 保時捷汽車 即是名牌汽車 今天有一隻 就是汽車代理 即是低位反彈 就不是平時那麼強 不過今天突然強那隻 就是正通汽車 今天升至15.8% 不過今天可能有些特殊事件 那就不要理會了 如果你的汽車代理 暫時來看 美東最好 接著就是中升 接著就是永達 整體整個汽車版塊 跟大家分析過 如果傳統汽車裡面 其實名牌汽車的就是華晨 華晨最好 接著是吉利 如果你整體連電動汽車來計 比亞迪最好 比亞迪最好 重型卡車的那些 就是重型卡車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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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代理就是美東最好 所以整體來看 整個汽車版塊 其實都現在是被市場的資金 炒活了 一路上升 因為現在其實 中美的股市都比較好些 港股也都有點破位 如果再上的話 汽車股或者汽車代理 或者重卡那些 都有機會繼續上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今天分析在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好